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股市 大家都知道 最近股市的波动让不少人心潮澎湃 有人提到 减持股票是正常的 尤其在等待4000点的获利了结时 这样我们不禁想起 那些股市的老手和新韭菜之间的博弈和策略 接下来 我们聊到了政府对股市的干预和信心问题 有人认为 股市为何不注资 直接交给市场才是明智之举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政府的刺激政策也引发了讨论 大家对未来的股市走势充满了期待与疑虑 甚至有人提到 股市的命运和经济的复苏息息相关 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最后 聊到的还有各自的投资经历和心路历程 从长期持有到短期博弈 不同的策略让我们看到了 大家对股市的不同理解 无论如何 股市的起伏都像一场赌博 大家都在期待着那份美好的回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老万 说 把股市托给伊朗是个好主意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不是我爸妈的 可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老万 说 现在不都是在等四千点获利了结吗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应该是我爷爷那辈的亲戚 云深解海 说 建议你还是别炒股就对了 我觉得你肯定套了很多或者很久 或者很多很久 Roflo 老万 说 获利了结了再入场 那就是 去给新韭菜接盘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减持没有问题 股市里 减持是正常的 中国缺少什么 缺少了你减持了 公司可能被别人买走这种思维 以前还缺少了非法减持的打击力度 但这阵子 国家已经大力再查这个问题 老万 说 公司就像一只破鞋 八步的卖给别人呢 一页下话献亏要说 何老板可以试一下腾讯自选股这个APP 相当好用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有什么问题呢 国家抓经济 提振信心 给出市场 刺激政策 股市为什么要去注资呢 直接交给市场 那如果有人狙击 宁德时代呢 还是破鞋 或者狙击阿里巴巴 腾讯 还是破鞋吗 谁说我用了谷够的 谢谢 谢谢 雅虎的可能是台湾版本 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了 程大厨 说 那不还是书 叶青 说 佛指度有缘人 人家铁了头认定的事情 你劝也是无用 俗话说得好 好言难劝傻傻的 老万 说 你这话问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要托市 因为市场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对当界政府没有信心 但是政府不会换界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应该是老叔 我没见过 因为老叔来乡里的时候 我还小 听我妈说的 哎 再看了八两斤 感叹万分 不行成英国的主观推断逻辑 程大厨 说 实在分不清 就叫老表 老万 说 今天下午 国家队再次入场 股市V型反转 上午说盘前不抢盘 下午就哭吧 又下话献亏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黄一平 08年实际规模 远远大于4WE 当时中央财政出资 1.13万亿 加上国有企业 及地方政府的杠杆效应 实际投入近30万亿 一页下话献亏 说 零几年的时候 我舅舅去香港找两家亲戚 主要是去旅游 此时探望亲戚 一家富一家穷 富人家还好 穷人家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房子里 听说舅舅要走 穷人家还塞了两千块港币给舅舅 舅舅收下了 临走前 把两千块偷偷拿出来 又放了几千块钱进去 塞在亲戚的枕头下 那时候 大陆已经不穷了 广西才叫老表 我们这里习惯叫说 说 懂你 我们管奶奶叫恩呢 一页下话献亏 说 Jay 我建计你多看看别人怎么说吧 我们奶奶叫妈妈 跟妈妈差不多读音 潮善话 八音真的四声不够用 这个妈也是不在四声里面 成大厨说 习惯大大捧麻麻 一页下话献亏说 对了对了 大厨那个口也好呀 跟我们有点像 成大厨说 上海部分本地人管爷爷叫大大 一页下话献亏说 哦 原来习大大的意思是习爷爷呀 成大厨说 不一定 谁知道 一页下话献亏说 关注过乐乐法力 我才知道习有那么多外号 果然名声大了 说好说坏都一起来 成大厨说 习大大本来叫叫蛮好的 后来被低级红了 就不让用了 好久没关注 乐乐法力 现在还在靠捧民进党的臭脚吃饭腰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我博弈失败了 哈哈 我选的都是大长 我当然想要大长 但我永远知道 只有市场开始了 才能知道股市是怎么样的 博弈大长只是我的期待 但永远别想要猜测市场怎么走 好像很久没视频了 他的讽刺视频挺好玩的 不过太直白 少了点味道 谁也说 技术人员还在修正一些贴心 博弈是过学习判断的过程 云生解海 说那个博弈怎么操作 我每次点进去 只有一个沙漏在反复倒转 没有标签可以点何选择 实际说 我现在决定长期博弈 每天一步 试试一个月之后 或者某个点之后 自我解散 这个是要问技术人 连货已经会完蛋 一页下化现亏说 Revolving下化现Harts 小陈是怕 主商因为这些言论受到太多攻击 上世纪八十 九十年代 美国电视播放最多的就是那些股评价 每个股票家预测成功的比例 还不如抛硬币来的胜率要高 您得先有个数字钱包 我去找找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摩的QB6IP0 需要注册这样一个数字钱包 密池要自己拿纸记下来 不然丢了找不回的 注册不难 密池千万要记下 是14个英文单词 还是16个 实际说 纯粹博弈好爱 与真正的投资 没有吴先生关系 一页下化现亏 说 嗯 我清楚您的想法 就怕有心之人拿来搞事 实际说 人性之恶 早见识了 现在多欣赏 人性之上 灾美说 再想想 就在一个月前 上证半日涨了1.66% 算不算一般 实际说 我没有用什么模型 所以纯粹揣测 我觉得大家有点在赌多少人 在东正实际之外 新日花了抵贴时间 来思考 怎么回复中国在秦州 什么东西的核心地位 一页下化现亏 说 股市本来就是老手杀新手 大资金吃小资金 云深捷海 说 是流动性充裕 吃流动性困难 石叶说专业上大家是我的老师 我也是不会 我很喜欢那些在跌上下棋的人 从来看不懂 薄鑫说您玩的高级 是不是在玩教育 叶青说 一般来说股市上涨2% 就算大涨了 石叶说我退化的连图课都不会了 一夜下话献亏 说子民还是通透的聪明人 石叶说极有无形 薄鑫说博弈本身中性 大都被用于赌博评价 但是用这个来训练 认知能力提升挺有意思的 斯卡特万说会打桥牌吗 玛尔布伦依说 你说得对 就是一般的蟒蛇 巨蟒是Python眯眼的笑脸 小蟒可以馋死人 大蟒能把人吞掉 石叶说我只有在很小的时候 玩过争气 我为天才学人 说我是其建国智力最异常的人 我立即告知了一系列智力的故事 我如果有自卑 智力是主要的 一夜下话献亏 说和平先生 智力当然在很多很多人之上 叶钦说 是台湾国防部说的 薄鑫说 这没疑问 石叶说 我连麻将都不认识 一夜下话献亏 说不是彭 是真这么绝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呀 在某个东西上特别弱智 石叶说 我是太多方面弱智 Guten Talk 0000说 请往这里看 笑容可拘 一夜下话献亏 说 我记得 以前看过文章 哪个大作家 写小说很厉害 可是他住生意 就只能失败 Scott Wine说 东南亚国家领导人 对李强总理 很有善 客气 小机灵说 想起听过一句的笑话 每个人都有短板 没想到您是个托盘 惊讶害怕的脸 叶钦说 你个逆臣 敢骂圣上弱智 一夜下话献亏 说 我靠 这个厉害 石屋说 你确实很有江战人的特质 石屋说 那方便异常呢 下棋吗 石屋说 今天如果是二 就是南部长有功 如果是一一下 就是郑主任之质 一夜下话献亏 说 可以了 上涨一个点 很多了 石屋说 我先判断吧 石屋说 如果是一点五呢 喜极而泣 薄欣说 稳住波动就行 石屋说 相当股市如果失跌 其中一个原因 是西方 相当投资者 还在交学费 叶钦说 功过向底 石屋说 他很厉害 我看了你的节目 后知后觉 到现在才发现 笑容可拘 薄欣说 薄欣说 我一般这种时候 就有机会取钱用了 其实很不喜欢暴力 傻站着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小机灵说 难道不是在等家人们 上车公车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石屋说 财政不失保 画质 小机灵说 没劲 你们一点也不好笑 福克人呢 上车啦 薄欣说 我听不懂你的笑话 未来股市靠贪工 刺激很多股民 可能也弄不清 财政怎么回事 薄欣说 我靠 这是连续剧没完啊 还要懒 薄欣说 潘里 五三个男人的戏 在金融论坛 周拉克西 你今日一起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财政刺激 主要是针对 中国经济的 石木 说 最近看国内 证券投行策略分析 感觉还是很能把握 国内金融形势的 比国外的强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而不是股市的 石屋说 还有一些部门 银行有行动 股市不上市 拿到非常非常大 所以必须上市 一夜下话献亏 说 上周四件仓的 今天不满 还亏损零 零一个百分 石屋说 与2015年完成两回事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股市如果上去 整个中国经济就又活了 石屋说 西什么时候去 金庄五国 掏价话献云 说 我的策略是拿着 先不动 整体感觉是向上的 石屋说 可能就莫的 一夜下话献亏 说 我得找找 什么行业不好做的 搞点实体来做了 如果股市成功的话 接下来这些行业 会很好很好 你直接持有个一年呗 软件删了 涛下话献云 说 对股市的判断 我还是认为是政策事 不是基本面好转 但是政府肯定是决心 要把股市搞起来 所以股市肯定能起来 因为股市长期脱离 基本面 就是金融游戏 一夜下话献云 说 没那个技术 真不建议玩超短 我一直建议 不会玩股票的 没心情去研究的 就挑好一个股票 然后玩长线 涛下话献云 说 这次政府肯定兜底 即使基本面不好转 放水也要把股市放起来 一夜下话献云 说 买了长线 就啥也不用管了 股票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涛下话献云 说 大不了票子毛了 也要把股市的价格拉起来 云深解海 说 人工智能绝对是最难做的 虽然它最火 试想下马斯克的机器人 假如真到来了 甚至你都不用下管子 涛下话献云 说 至于 股市起来以后 能不能带动基本面好转 或者能不能倒逼制度规范和法制化 先不考虑 老万 说 还不如直接把人民币与美元汇率 并成一比一 GDP就直接超过美元 股票直接升七倍 小王下话献北京 说 今天有点点 涛下话献云 说 股市起不起来 先不说能不能盘活经济 首先是面子和政绩 一夜下话献云 说 这个肯定会 涛下话献云 说 不然真没法挂 一夜下话献云 说 不用质疑 涛下话献云 说 这么多年 总要拿出一个能留名的政绩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